我想看所有我們見過以前的罷工 通常就是這樣的 家人工 升職 加錢 補水 你有沒有見過罷工一句都不說 醫護的罷工是說什麼 是奉姦救港 一句都沒有為自己 沒有要過家人工 沒有叫過要升職 沒有見過任何在勞資上要的東西 我們沒有見過這樣去做 但是為什麼醫護界這樣做 因為我們是由沙士到現在17年來 默默承受著醫療界頂在最前線 昨天有兩件事林鄭說出來的 不好意思 我要用個賤字去形容 第一個賤的就是叫人 叫些公務員不可以戴口罩 戴了都要脫 這個是很賤的做法 因為大家見得到 如果我在黃埔住的 我隔壁有個人有事的 我是公務員的 究竟戴著不戴 是不是要戴啊 我作為醫生 我見到有人戴口罩 我其實要感激他的 因為每一個人做他自己的本分 去戴口罩去洗手 去令到疫情不會爆發 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 就算他是一個公務員也好 他什麼人也好 我們都應該 是不是應該感激他啊 是 林鄭出來譴責那些人戴口罩 他是無知無良和冷血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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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人手 疑痛 心切 婴儿心切治疗部 没有 这班的同事 长年累月 日日在搏斗 没有钱 没有户事 没有职员 什么都没有 他们一天熬夜熬 林郑有没有看过她一眼 没有 为什么今天会突然间拿初生婴儿心切治疗部来说 这是很贱很贱的做法 因为她一个目的而已 还是不听她说的人 还是不合意的人 她就要抹黑她们 斗争她们 斗争她们 斗到死